好,上一期我们去加入了这个角色的基础的移动之后 我们现在要开始加入它的动画 但是如果你的角色的移动是不能跟我现在展示的一样的话 我建议你回去前两期的视频去认真看一下你有没有遗漏了一些设定 因为只要你少chack了一个东西,少设定一个东西 它都不能够正常运作 然后我们要开始制作它这个角色的动画的话 首先我们到我们导入了进了这个skeleton mesh这里 然后单击右键,然后点create,创建一个动画蓝图 这个动画蓝图你就自己命名成你喜欢的名字 我就把它命名成这个了 然后它创建的时候它会默认放在那个skeleton mesh的 就是那个骨骼动画的骨骼底下那个folder 我们可以看这个骨骼是因为我们映射到这个键的 soul animationassetpro的这个这个素材底下的骨骼底下 所以它就在这,我们创建完之后就把它移动回到我们的player底下这个文件夹里面 move here 然后我们回到player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些 啊,那么四个在一起了 然后我们选中这个角色蓝图把它打开 然后在角色蓝图这个mesh这里 mesh我们再到它的animation动画这里去选择它的动画 在它的动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动画模式 我们就选择使用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这个模式 然后animation class就是我们刚才创建这个 啊,依旧是老办法 你啊,左键选中它,选中它之后到这里 然后有个小箭头 你把一点就可以把你选中的这个reference plug in到这里 选中完之后啊,然后就保存 然后再compile编译就可以关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下面就是开始去啊,改动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 就制作这个animation 然后animation blueprint我们先去啊,还有两个graph 一个是eventgraph是代码相关的 一个是animationgraph是那个动画的一些状态机相关的东西 我们先到eventgraph里面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这有个getponghonor和这个 啊,eventblueprintupdateanimation 这个getponghonor其实就是去啊,啊,获取它当时那个动画 就是,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把它放进到这个我们角色这里 其实就是获得这个角色的一个reference 然后我们就可以现在做一些改动 getpong,啊,在这个 啊,这个 呃,eventblueprintupdate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动 呃,在做一些改动之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其他事情 啊,就是 首先就是这个getponghonor这个我们要去检查它是不是一个valid的pong pond,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 check 然后这个getponder就是得到我们那个character,就是角色那个蓝图 的一个引用 我们先检测它是不是一个 有效的一个pond,就是这个 东西 如果它有效的话,我们再做一些逻辑 这个逻辑呢,我们可以一条 就一条直线就是 顺流下去,也可以用这个sequence node 这个sequence node,你其实点 按住s,然后在 鼠标左键点,它也会创建一个sequence node 大概意思就是说,它会从 先执行0,然后再执行1,然后再执行2,这样 一个个下来 所以说如果是,它是有效的话 我们再执行一些 一些逻辑 首先第一个逻辑就是 我们 我们想要保存它那个一些状态 所以 我们再copy一下这个getponder 就点击control加w,copy一个 然后它返回了那个ponder之后 我们可以写 getvelocity 获得它的那个速 速度,但这个速度是带方向的,是一个向量 但是我们是只需要它的速率,就是speed 所以我们就可以 velocity length 就是 它会 把它这个 速,向量的模 向量的那个长度给算出来 这第1个我们要获得东西,因为 它不同的移动速度可能会影响我们当前这个动画的状态 比如它移动速度比较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缓慢行走的一个动画 快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奔跑的动画 这样 然后下面就是第2个我们要获得的就是 它的这个movement component 就是这个movement component,其实就是我们角色这个character 里面的 这个,它其实就是含了包含了很多它移动相关的一些参数了 我们获得这个movement component之后 其实主要是为了获得它这个 啊 它是不是在 下坠 就这一个啊 boolean变量 然后得到这个之后,我们就 我们获得这两个之后,我们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啊 首先就把它promote variable 你点击这个 啊 return value这里,单击右键,然后它有个promote variable,就是把它这个 啊 返回的值变回,变成一个 参数 然后我们把它改个名吧,就是叫speed 啊 这是 第1个,然后第2个我们也一样的,单击右键,然后promote variable 把它改成falling 这两个 所以它 这里,这里我们的set 就可以把它连起来,就是 啊 去设置这个值啊 第1个就是 设置它那个速率 第2个就是设置,它是不是在 往下坠 然后我们这两个设置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啊 进行下一步的东西了 啊 这部设置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设置它的动画状态机了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左 左边这里有个animation graph 点进去,它就是个动画状态机 或者是上面有两个tab 有时返回啊 可以切来下去 这是动画状态机,它是分层的概念,这是最外面的一层 我们在这里点击右键 先创建一个啊 动画的状态机吧 动画的状态机 啊 然后 点击右键 那输入state machine 然后这里有个add new state machine 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 state machine 改个名字 我们就把它啊 你可以选中它,然后到右边这里有个name 可以把它改名,我们这个就叫做ground locomotion 然后 这个state machine建好之后,我们可以 去双击进入这个state machine,去编辑这个 状态机里面的一些详细的一些 内容 像这里的话 啊这个state machine有entry,就是它进来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我们先创建一个state,就是一个状态,就是 啊,我们叫它idle吧 就是啊,禁止状态,就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原地站着的一个状态 啊,创建了这个状态之后呢 啊 在这个entry的时候,我们希望entry的时候,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它进入这个idle这个状态 然后这个idle的状态,我们再双击进入它 这就是啊,我们就实际上这个状态里面应该放什么动画的地方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是分好多层的 那我们进入这个idle的这个状态了之后呢 啊,我们可以去选中 啊,去拉入一些动画 动画进来 像是这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动画,这些动画都是绑定在这个谷歌上面的 我们是想要什么动画的话,可能就是需要去选一下 啊,我们再选一个动画 然后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切回我们这个里面 然后看到我们导入这个动画素材包,有个叫做soul animation access pro 然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在这个动画蓝图这里,这一堆这些动画 这些动画其实在,就是在这个soul animation access pro里面的 啊,我们这里其实可以选择复制这个动画,因为可能我们会修改 所以就是复制一份 比如说它idle就是原地上的不同动画,我就选了这个 然后我把它复制一份到player这里,然后它有个move here,copy here 因为我们要复制,那就是点copy here copy之后就会复制一个这个动画 然后这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就是把它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的话 像比如说我就把它改成这个 这个名字 啊 soul one hand sold soul idle one 啊,你改成什么名字都可以 然后如果你 没有啊,就是你没有买这个 这个动画包的话,你也可以用其他动画包,只要它骨骼是对应的 啊,你就可以用那个动画包,自己那个idle动画 所以动画,你是可以选择不同动画 然后我们再返回这个 呃 呃 动画的状态机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搜索一下,有没有刚才我们创建那个啊 然后这一个看到 这个命名就是刚才我们复制的这个动画 我们把它拖进来 拖进来之后呢 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个动画了 然后我们不让他,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一个持剑的动画,他可能不持剑的时候有别的那个idle 的 就是别的那个 原地站的动画 啊,持剑的时候有别的动画 所以他可能有个切换 比如说他要切换的话,这里是可以用一个叫做blend 呃 pose by int 就是说啊,我 给他输入一个 呃 整数,然后他会根据这个整数数值去 啊,选择不同的那个idle的动画 但是因为我们这里就只有一个那个持剑的动画的话,我们就 直接就是 这样 把这个拖到post0,然后把这个输出 就如果你有其他动画的话,你都可以选择到这里 啊 post1,然后 然后你他就会选择0,开始post0,开始post1的动画 然后反正我们这里的话就选择这一个 我们再保存 compile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去啊,上一层 上一层我们看到只有一个idle 但实际上他不只有idle一个animation 他还有一个state,就是一个状态 还有其他的 啊,比如说我们叫 jogging吧 啊,jogging就是类似于 什么呢,就是 呃 移动的比较快的快的一个 然后 我们还在建一个state叫 walking 就 走路 就是 这两个state的区别就是 啊,我想做的就是在黑魂里面,因为你轻推摇管的时候,他有个缓慢移动 然后他啊,你推满摇管的时候,他他会走的比较快 所以可以就把这两个都分分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 点击到这个jogging里面 啊 同样的你要选择一个 moveforward这个 就是一个animation 啊,跟刚才是一样的 那个套路了 我们去外面去选中那个 复制一个动画过来 然后到这个animation so asetpro 然后 我们animation 然后到inplace底下 我们到inplace底下 他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啊 啊,像这个他是不需要待那个room motion的位移的 好,我们就选中这个啊 这个walk forward loop就是向前移走 而且他是一个loop就是一个循环的 最好是有个循环的 这样他在那个重复播放的时候才不会看出来啊会会比较跳 所以我们 做一样的东西 然后把它 啊 移到那个play底下 copy here 复制一份的过去 然后再重新命名成我们想要把它命名的名字 然后这里的话我就把它命名成 这一个 这个名字 然后啊 然后同理的话我们还有另一个动画 我也啊 我也在这里直接去 这样这样 啊 像是他这里的话 好,刚才我不小心把那个名字给啊弄错了 啊 就是刚才我复制的应该是一个移走 像现在再次于制作一个 啊 run run for loop就是啊 跑的 就是对应那个jogging的 animation 我们做的一样的事情 move copy here 不是move here 然后再帮他改个名字 就是 刚才我们那个 建的应该叫walk 现在这个应该叫runt 然后具体看他们对应的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看他 他这个walk 他对应的这个animation是这个walk forward loop 这个 他的source file就是这个run forward loop 好,现在我们回到 啊 我们的这个动画的 动画的蓝图这里 这 啊 这个视频现在目前会比较长 动画的蓝图这里我们在这个jogging这个state里面可以去看到右边 这边就有一个我们创建的一个 就是刚才我们复制的 动画 这个动画里面 有一个 叫什么run run forward 我们就把这个选中 然后把它直接就拖进这里 保存 compile 回到上一层 然后到这个walking这里也是一样的 找到把这刚才walking这个animation 拖进来 然后再 连进去 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连进去 对就是这样连进去 然后再保存 compile 好现在就compile之后了 这三个状态之间会有是有互相转换的 我们定定定好之后每一个状态每个state之后 我们也要定义他们的转换条件 就是从idle 什么都移动 都不移动啊 到这个 啊 跑步的话 就把它拉过来 然后 拉到边边这里 他让他显得白色的时候 停下来 他就是一个 他 这三个基本上都是一个互相转换的一个状态 我们这样把它互相 拖进去 好 拖进去之后 他就是这里每一条线啊 每个 方向线我们都需要定义他的这个 啊 就是转换条件 像第一个 我选的这个 第一个就是从那个idle到dragging的转换条件 就是 我们这里就定义 刚才我们得到那个 啊 得到这个 参数我们有个speed 就 那大于 大于多少呢 大于450吧 如果大于450的时候 那他就是直接 转换到那个 dragging 然后他dragging回来的时候应该用什么呢 就比如回来的时候呢就 我们可以这个 速度是 小于 小于1 这个可以自己去定义 去试这个啊 数值是多少 或者说 小于等于1 小于等于1的时候他就直接回到idle的状态 保存 上面 这一步就是就比较繁琐了就是一点点 去定义他每个状态之间转换的这个条件啊 然后这个从walking到这个jogging的时候也是 一样的就是速度 就是这个speed是大于450 就等我们定义说他这个跑步的时候的定义的 速度是450 这个速度哪来呢这个速度就是那character 这个 walking是 是多少 像我们这样的话 就是 从那个静止到那个行走的话我们就可以这里选 比如说 好让他速度 大于50的时候 和 和 就大大于50 我们选这个and 然后再选这个速度是 但他有小于 等于1450 同时满足的时候他就可以从那个 idle转到walking 然后到那个反反过来的时候 walking到idle也是 speed小于1 这都是啊我之前是设置好的一些那个数值啊如果你觉得这个 你自己的这个移动速度和那个动画match不是很好的话你可以调一下 这些啊 这些转换的这个条件的 就是这个切切换状态那个condition就是这个条件的一些数值 像我这里就是预设好的 我就是把我之前的一个项目的 就是这些东西给传进去然后 我们要 放这个walking到 就是走路到这个 jogging 跑run 呃的一个 数值我们就随便设一个吧 就比如说他假如 应该是怎么说呢 应该是怎么说呢 不是walking or jogging 是刚才我们创建的是 他大于450的时候是到从走路到跑步然后他 跑跑步到那个 好走路的时候我们就随便设一个像是这里的话就可以把设置成 速度是看看是多少 大于50 小于250吧 就这些啊你可以慢慢调一下数字了就不是要一次调到 复制一个 然后这两个 好刚才有个小错误啊就是在这个 jogging底下刚才那个 动画给拖 拖错了就是他应该就拖这个 我们创建这个run forward这个animation 跑步这个animation 然后我们回到这个上一层啊 刚才是没有连的 原来的状态是这样没有连的 好 然后我们把刚才那个这个 状态动画的这个状态机创建好了只要把它的输出连到我们的output 就是 把他的output 出去然后才会真正的起作用如果你不连的话那是不起作用了 保存我们compile一下 这是我们到 那个场景里面 点击开始游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现在有个动画如果按w开始向前走的话 他有些动画 现在已经是一个 好看起来就会比较 好生动的一个 角色 然后我们在就在做一个小额外的事情就是把它这个 input 跟那个手柄映射起来 我们同样的到这个 然后process setting底下 然后到他的input 输入底下然后有一个 在他的这一个 input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turn 这一行原来是没有了 我们那个鼠标的映射的是那个turn的lookup 然后原来只有mout x和mout mout y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就是等于点击这个然后 一个加号 把这个 啊 映射到这个 手柄的 右摇杆上面去 就是gamepad的right thumbstick 就是右摇杆 这个x轴 然后下面那个同理就是映射到y轴 然后我们就点击开始游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柄来测试一下 因为手柄可以去缓慢推动摇杆 可以去感觉到那个walking和jogging那个动画的不同 如果你直接你直接用键盘的话他就一下子就只有满 比如说我现在缓慢推推的话 他就这样缓慢行走看手摇的比较慢 我现在推满的话 好他的动画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我现在用手柄去转动视角的话 也是可以用手柄去操作了 好 这这一期的话就是做到这里就是加入这个 简单的一个移动的动画 但是之后我们会在动画上做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因为在这个魂类游戏 基本上就是一个动画很多都是动画驱动的 所以这个动画蓝图里面会加非常多的内容在里面 然后 对